台南新化偏僻山區 竟然變成嫌犯棄屍地點 有網友PO文 徵求行車紀錄器或監視器 一名男子遭棄屍 家屬傷心悲憤 爸爸爸爸的脖子 就是打到骨折 就是死了 跟那個教師一樣 無關都看不清 死者女兒說爸爸8號 騎車出門再也沒回來 報案後16號發現屍體 連人帶車掉落在 一層樓高的橋下 曝失8天已經面目全非 反應解剖離清死因 發現死者的頸部 又被棍棒毆打痕跡 頸部骨折不排除是斷氣後 被棄屍 而最大嫌疑人居然是死者 在養雞廠工作的老闆 工作上的分層 然後要去找讓老闆理論 那老闆就是不承認 死者和養雞廠老闆 雙方疑似有金錢糾紛 死者幫忙幫清雞粪當肥料 疑似老闆沒給錢 登門理論 遭打死 另外一個說法 死者處理雞粪亂丟 老闆被環保局開罰15萬元 死者不滿被追討 放鞭炮下雞 雞沒有辦法生蛋 造成老闆損失慘重 釀下殺雞 零性被告 涉犯殺人重罪 且有逃亡 串供 滅證之餘 向法院申請羁押獲准 兩人關係原本是老闆和員工 但因為金錢糾紛 老闆犯下殺人重罪 建調持續 釐清案情 既然關章 台南報道 有冇 證明 斗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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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